哈喽,大家好,我是千万快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要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在上一个视频呢,我答应过大家 然后这一期会给大家分享的是保姆级的如何找这个卧肠的位置 特别是单眼鼻的女生怎么去找这个卧肠线还有卧肠的位置 然后呢,让眼睛放大十倍的感觉呢 那么这一个视频呢,就是一步一步的交给大家 因为呢,最近这些年呢,很流行就是画上这个卧肠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让眼睛呢,更加的放大,无论是双眼皮也好,还是单眼皮也好 我已经呢,把半边的妆容呢,已经换好了,特别是眼妆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边呢,我会手把手的去教大家单眼皮女生怎么去找这个卧肠 还有,如何把眼睛放大十倍的感觉 然后呢,我自己呢,也看了很多美妆博主怎么样去把手的 怎么样去找这个卧肠的位置 但是,我发现这些都是双眼皮的美妆博主 但是单眼皮像我,这样是完全是单眼皮的 然后呢,我也去按照他们的一些方法去找这个卧肠的位置 但是我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 然后,他们给的这个方法呢,是像这样 拿着笔,然后呢,戳到这个眼睛下面 就是这个眼珠,然后呢,感觉 你看嘛,就是感觉凹下去的那种 这一个就是这个卧肠线 这个顶进去凹下去,好像又太宽 就是这个卧肠的位置,这个卧肠线 然后,好像太宽,然后呢,然后到后面 像我,像我的眼睛 你看,这种是倒三角的 倒三角的一个眼睛 但眼皮的话呢,就是又太厚重 太厚重呢,我又找不到就是这个贴 贴这个双眼皮,就是这个一个位置 然后呢,我的眼睛呢,就是 呃,然后呢,在眼尾处呢,有一点上条 这样子上条,然后呢,下面的话呢 然后,这一个,这边,这一个区域 倒三角的区域和我这一边又不一样 然后,我这一个眼睛呢,它没有这种倒三角的 这种,你看,我这个区域它没有 然后,所以呢,我两只眼睛是完全不对称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怎么去 呃,把眼睛,就是两边画对称 然后呢,又可以找到那个卧肠位置 并且还可以把眼睛 呃,有放大十倍的感觉呢 首先呢,拿这一个颜色 比较浅的一个颜色呢,来打底 一定要打底 这样子,大范围的 然后,找到这一个 然后,因为呢,我的眉毛和眼睛中间的距离比较宽 所以呢,我打底的这个地方呢,是打在二分之一处 不要从前面往后面 因为从前面往后面的话呢 会,呃,加深前面就是眼头了 眼头的部分就不太好看 然后呢,再拿这一种的 斜角刷 斜角刷 然后呢,呃,再拿深一点的这个颜色 这个相同的铜色系的这一个颜色 就是睫毛这里的二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一了 就是在加深,呃,这个眼睛的轮廓 面的话呢,这一个也是要从后面往前面上 靠近这个睫毛的根部 这个,装红色 同样下面的话呢 也是从后面往前面这样子延伸 从后面,你看我这里倒三角的这个位置 然后,也是往前面 好了,敲黑板重点来了 怎么样,单眼皮女生 怎么样去找这个卧场的位置呢 拿这一,拿这种的斜角刷子 斜刷子,然后呢 就是这种,呃,像画眉毛的这种刷子呢 拿这一个单色眼影 像这种,呃,棕色,咖啡色 呃,浅棕色等等这些土橘色都可以 然后呢,单眼皮的话呢 是这里,这里找 我放镜给大家看一下 就从后面往前面 呃,之前不是晕氧了好几层吗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已经有那个位置出来了 那个区域出来了 看到了吗 然后呢,从后面这里 大概是眼球这样子 看到吗 这里 你看这个卧场就出来了 现在还没完成咯 然后呢,再拿这一种的扁平刷子 这么细小的一个扁平刷子 拿这种的体量液、遮瑕液都可以 就是这种 现在还没好 一定要晕氧开 然后呢,轻轻的把它晕氧开 这样子 过度 还有下面这个卧场线 也要过度一下 看到了吗 这个卧场线就出来了 你看整个卧场 就出来 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眼睛有睁大的感觉了 然后呢,再拿上这一种的就是眼线液吧 就是很亮亮的那种眼线液 你看这种 这种呢,一般是用在眼头 眼头的地方或者眼北 或者呢,是上面这种 就是加一点闪亮的这种 然后呢,这一个呢 是用 用在这里 拿这种刷子 点一点点 然后呢 拿到手 然后把多余的给弄开 然后呢,跨这里 然后呢,跨这里 中间 就是把刚刚的那一个 提亮的地方呢 加重 加在眼球 眼珠子的下方 然后后面呢 稍微的拉一下 过度一下就可以 不要太亮 因为这个是属于提亮液 你看 然后呢 再拿棉签 这样子 把多余的量呢 就是来弄开 然后让它 让它整个下面的一个卧场部分呢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过度 你看 出来了 然后呢 再拿这种的 斜角刷子 然后呢 沾去一点点深色的 或者这一个都可以 这个 沾去一点点 所以呢 我要把后面的再加深一下 这里 这个位置 加深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两只眼睛的 那个下面 这个圆润度 就是对称了 下期见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哦 拜拜 下期见